大家好,我是Den 与前AOA米娜发生劈腿争议的前男友刘某 今天凌晨在IG发表了解释道歉文 我们马上来看一下 对了,因为米娜的事件一直有在反复差不多的事情 所以从今天之后 除非是发生了之前完全没有发生过的事情 以后就想要不做有关米娜的消息了 不小的年纪 因为后期性与一人出轨的事情 是需要被指责的部分 因为我的错误 就算有不是事实的新闻内容 辱骂 我也觉得不该解释都要接受 所以我从来都没有公开过我的立场 现在写下这篇文章的理由是 我感觉到我越沉默 就会将事情变得越糟糕 我跟米娜暂时交往的时候 我都不知道为什么要被她打巴掌 在一起的期间 除了给我买饭吃 买几件衣服 喝醉酒后把自己带着的LV手镯给我之外 我没有收到任何财物 我上传的第一个立场文 也是米娜修改后上传的 之后米娜的搜索公司问我 真的是分手后在见面的吗 的时候 米娜说要说对才可以 所以我就说了是分手后在见面的 公司也录音了我说的话 然后在劈腿争议之后 我的IG追踪增加了很多人 我认为是黑粉们追踪了我 所以就问了米娜该怎么办 当时米娜明明回答 要往好处想 以后都能利用 然后在我上传第二个立场文之后 可能是让她不满意了 就多次联络我说 你都不会觉得对不起我吗 我现在并不是逃避 只是觉得与米娜沟通不了 不管我说什么 她就说我是嫁害者 自己是受害者 所以真的不知道该说什么了 在睡醒后 米娜来的未接来电 短信 米娜母亲给我传送的20张左右 米娜动手术的照片 地板都是写的照片 因为照片都非常吓人 所以就没有附上 这些可能是因为 我一直保持沉默的结果 所以感到罪恶感 网友们都发私信说 我是杀人犯 我真的不知道该怎么做了 对于我的劈腿 我这一生都会反省 以后绝对不会再与米娜 有任何挂歌的 对不起大家 然后附上了自己 与米娜的聊天内容截图 我们简单的来看一下 我看到你的立场文了 看来你都不会觉得对不起我 不要再逃避了 我给男朋友花几百万 几千万都不会觉得可惜 但是看完你的立场文后 第一次感到可惜 你不是说会在立场文公开 你跟女友关系本来就不好 常常吵架 性格不合 前女友的爸爸是流氓 你先跟我告白说 我喜欢姐姐 我爱姐姐 我们的照片也是彼此同一下上传了的 这些不该都说出来吗 米娜 说实话 你一开始就知道我有女朋友 还跟我见面了 然后我对谁也没有说过 我跟你见面 就因为你上传的一张照片 身为一般人的我的生活 也彻底的毁了 尽管是这样 因为你是艺人 我还是先考虑到你的立场 在你修改我的立场文的时候 在公司问我的时候 我都是说了 是跟女友分手后与你见面的 你是听不懂人话吗 我虽然知道你有女朋友 但是你说了 你们的关系不太好 而且你还先向我告白了 因为你 我变成了最大的受害者 你一直在扯上穿照片的事情 那你为我做了什么呢 我给你LV手镯 给你买饭吃 给你地方睡 你却用谎话毁了我的人生 我给你机会了 等待你了 我就写到这里 我真的没有威胁 直接想公开真相 我真的很生气 很傻眼 啊 原来那些事会变成那样啊 我们彼此再说下去 也无法再沟通了 跟你在一起的时候 你给我买的几件衣服 给我的LV手镯 然后就好像是变成了我的保姆一样 不知道的人看了 还以为你为我花掉了几千万 真的好傻眼 我为了你做的事情 你现在当成是为善 认为是我的谎话造成了现在这个情况 请你把真相公开吧 反正你知道我有女朋友 让我争以后再跟你在一起 我的立场文也是你修改的 出轨的人是最无脑的 我们才在一起几天 要给你花几千万才能满足呢 年纪小小的 已经就不知道感恩了 之后又反复了很长一段 前面已经说过的内容 然后接下来是 免拿在极端选择当天的凌晨 6点20分左右 传送给前男友的短信内容 联络我 你已经重新开始了IG 开玩笑吗 刘菊英 你不亲自说出真相的话 我就会让你看到 因为你 我会变成什么样 你现在在哪里 我到底对你做错了什么 你是想看我死吗 见面也好 联络也好 看到这个的话不要不理 我不期待你会对自己 做出负责的行为 联络我 我已经忍耐很久了 无法再忍耐了 因为我不想再跟你说话 所以在你上传立场文之前 没有回复你 今天听到消息了 我知道你很痛苦 恢复医师的话回复我吧 我们来看一下网友们的反应 不是 女儿童那个情况了 还拍照传送 妈妈的行动也是无法理解 大家早已经猜到了 男的地狱门会打开 以后社会有点不顺眼的事情 就会用自己来威胁的 敏娜始终都说自己是社会者 刘某发文是说 他们两个人都是半斤八两的人 啊 终于理解敏娜为什么这样了 那个男的只要承认的话 自己就变成是被骗的受害者 这样就觉得 大众们会重新站在自己那边 真的只是觉得自己是受害者 对方就是加害者 越看越能理解 A委成员们应该也是很委屈 但是什么都不能说的原因了 一有什么就用死来威胁 谁还能说什么呢 敏娜虽然也很奇怪 但是这男的也太恶惜了吧 这时间最大也是唯一的受害者是 那位前女友 敏娜说自己是最大的受害者 真的是非常傻眼 对于刘某的解释窦亲文 大家觉得怎么样呢